在此屆人文教育也是培养尊敬长辈 孝顺的精神 孝清月在核桃教育园区的活动 引导孩子体恤父母养育新老 参加这小志工也让我们教导小朋友 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候 更要思考一下 更要好好的去爱他们的母亲 想象母亲平常是非常的辛苦 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太太 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照顾小孩 所以我今天其实还有一点点落泪 然后看到我家小孩画的我 然后想说我自己也要检讨自己 因为平常就是因为忙碌嘛 工作平常就是一天到晚 就是发脾气啊 责备他们 所以今天来到这边 我真的觉得会学到很多东西 感恩尊重爱的精神 从小家庭扩大到世界地球村 天灾不断的现金 孩子们学习存零用钱 帮助苦难缘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李律词 陈慧瑜美国报道 是美国民正面的 都一臣 谢谢女朋友 doğ门